嗨大家好我是董杰安 大家好我是董映昌 这一次我们会来聊一些话题 刚好董老师上次到高雄来做新书的发表演奏 很荣幸的可以在现场帮老师做一些收音的动作 那也借此机会问老师能不能来参加这一次的访谈 然后老师也很爽快的答应 所以我现在在老师的工作室 来跟老师进行一个访谈的内容 这一集主要会围绕在老师的新书的 整个编曲制作的过程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我们马上进入话题吧 好那首先当然不免俗的要先问一下老师 就是过往一些相关的经历的问题 我也有稍微做一点点功课 首先想要问一下老师 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情 我是高中一年级的下学期开始 应该是这样讲 高一的寒假 我跟国中同学去报外面乐器行的吉他初级班 之前我从来没有碰过吉他 那老师怎么会认识吉他这个乐器 其实我当初 因为像我是大电动 是 我觉得就受到同学的影响 同学在听相关的音乐吗 还是同学有在谈 应该说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单纯的年代 可以选择的乐器不多 然后如果说你从小没有任何 家里没有任何音乐的素养 或是影响的话 那你最亲民的乐器 最能够跟同学一起同乐的乐器 只有吉他没有别的选择 就有点像是学音乐就很容易想到钢琴这种意思 然后亲民一点的可能就会想到吉他这样 对没错 老师大概在什么时候比较正式进入所谓的业界 有这种时机点吗 还是就是慢慢的就有case这样进来之类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刚退我 我其实有在外面上班过 大概上了半年的班 就是每天上下班当一个上班主 我有做到的功课是 老师那个时候是成大的工设系 对 所以是相关的行业吗 对我也找过一些工作 可是很不幸的 我找工作的过程非常不顺利 都没有被录取 嗯嗯嗯 那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但我现在回讲起来 大概是我去应征的时候 透露出一种 我不想被录取 我不想被录取 怎么好像可以理解 对对对对 三发出那种意念 后来我当然就是在一个电脑公司工作的伴侣 然后后来我真的发现志趣是不合的 我还是很想做音乐 可是我我就只会弹吉他 而且我主要是弹木吉他 那这种东西你在唱片界其实就很难生存 因为唱片界 不好意思 老师那我想岔个题就是 老师说比较主攻木吉他 那是电吉他都没有碰吗 那个时期 倒回去讲就是说 其实我会喜欢木吉他 就是因为整个学习 学校的环境 就让我在木吉他里面一直玩爽 那我也没有去组团 就是去组什么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组团就是 要不然就中摇滚 要不然就中金属 然后要不然就民歌 比较轻的 轻的民歌挂 那没有那种所谓塑形摇滚 没有那种东西 那时候也没有五月天啊 没有这种东西 我们那时候玩热门的大部分就是玩metal 在学校里面就玩metal 然后要不然就是玩rock 像bon jovi啊 对对对 钢身Roses那种 大概差不多 其实那种音乐我不是很喜欢吗 觉得很吵 没事 对啊 那个练团是出来的耳朵都耳鸣 然后主唱都 对然后其实大家唱的有点难听 只是在那边觉得很high而已 嗯 那我喜欢比较细致的音乐 嗯 所以我觉得木吉他 我就 我并没有想到说我就业以后 那么精准的要投入这个工作 我只是觉得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喜欢弹吉他 而且我喜欢木吉他 你喜欢并不代表这个东西 你可以等同于专业 或等同于你将来有工作的机会 那是不一样的 嗯嗯嗯对对 那所以 那时候也没想到 我将来要当所谓的职业 把这个东西当职业 就单纯的爱好 那一旦到了社会上 你你要决定要走这一行 你才发现 啊原来我还欠缺那么多哦 原来要弹电吉他 还要会编东西 不是只会弹 嗯嗯嗯 因为会弹 你只是会把你听到的东西弹出来 但是如果说你要变成一个工作的话 就变成说 你要帮人家把音乐做出来 那个东西要拿出去 变成一个商品要卖钱 那又是另外一个更高阶的东西 嗯嗯 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讲 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准备 说要做这么高阶的事情 所以中天就要经过很多年的 重新的训练跟吃很多苦头 哦 主要这个事情 所以大概是那个阶段才开始 又有稍微接触到电吉他这个东西 对而且我起步比较晚 就是我退伍的时候 因为前面重考啊 降转啊 我已经耽误了 多别人大家耽误了两年 嗯嗯嗯 然后我们那时候要当两年兵 嗯嗯 所以我退伍的时候已经26岁 嗯嗯嗯 哦所以我起步算是非常非常晚 那就晚就玩开始就玩进来了 呵呵呵呵 那老师也是很坚持欸 而且而且我这样稍微把我自己放到那个情境的话 在当时那个年代26岁 然后才正要开始接触比较专业相关的东西 然后又要把它变成职业的话 嗯嗯 我会觉得我不一定会有那个胆识 嗯嗯嗯 会想说OK我现在26岁 然后我要进入这个业界 对 现在的小朋友大概16岁就开始这样 对啊 甚至有甚至有 尤其现在这几年 其实真的看很多小朋友都超厉害的 它是一个马拉松 嗯哼哼哼 那你既然你知道是马拉松的话 那你就知道配速很重要 你 跟你自己的体力之间的关系 嗯 但是如果你把一个长跑端 当短跑来跑的话 那你可能很快就会累死了 嗯 就你前面冲太快 而且如果冲太快没有得到相应的 回馈 你期望的那个回馈的话 对 会会很容易挫折感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变成说 你刚开始跑的快 其实没什么用 嗯 我是觉得 当然当然 你 嗯 怎么讲 就是你 你要确定你 你是当马拉松跑 然后你要慢慢的发力 然后慢慢的耐心的等待 跟没有一刻放弃 这样的意志力 才会 慢慢会得到你想像的东西 当然这个过程真的是很难熬 对 不许这么讲 这样回想一下 我大概也是三四年前 也开始慢慢有这样子的认知 就会觉得 对 确实自己跟很多人比 他们实力可能高我很多 可是他们不一定会有那个 毅力坚持到 什么 十年二十年之后 十年二十年以后 甚至他们都没有碰吉他的话 那我还碰到那个时候的话 我的酝酿一定会比他们还更久 可是在这三四年之间 其实真的还是会 时不时会有那种一个挫折感 然后就会觉得 就是很难适应那样的心情 对 对啊 就是这时不时的还是会有 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那我想到 我想到 这个日本大师级的作家 春上春树讲的 他说他看了很多作家 很多年轻薪锐的作家 一开始就是一把锋利的钢刀 前面十年 非常无往不力 哇 那个脑袋很清晰 然后写出来的东西都很棒 可是过了十年以后就很多人就这么 然后到了他觉得第二个十年 你应该让自己变成一把柴刀 不要那么锋利 但是他可以砍断很多很坚硬的东西 然后呢 再过了十年 到了超过二十年以后 你就要把自己变成一把斧头 斧头是很钝的东西 你用手去摸都不会被割到 但是斧头可以砍大水 所以就是说 你前面很锋利 让所有人看到你的锋芒 这个东西是前面第一个十年 第二个十年 你就开始要内化 变成自己的真正的实力 而不是只靠天分 然后到了第三个十年呢 你又要变成斧头 就是你要有非常重的重量在那个地方 非常沉稳的重量 压在那个地方 让你自己变成 完全立于不败之地的那种沉稳 这是第三个十年 趁上深度讲这个话 他其实是鼓励很多人 就是真的就是 长跑才是真正的 能够跑到重点 好那再回来我们刚刚的话题 所以老师大概是在从 二十六到二十八岁退伍那边 开始进入业界 那个有两个机会 当时我认为是进到这个行业的关键 第一个就是我朋友的介绍 我帮孟廷伟录了Demo 那那个吉他的声音 被Sony唱片听到 所以就触发了以后 在手臂出面这一战阶的机会 那第二个就是我帮我的大学生 跟青春之心 当时这是两个大学生最重要的比赛 那我的战友就是谢雨薇 他现在是客家歌王 我帮他录了他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 一部分的木吉他 这两件事情是我进到这个行业的开端 帮孟廷伴奏的那个Demo 被Sony的总监听到吗 对 那那个时候有相关的 吉他演奏的其他人物吗 有相关的CD在市面上吗 台湾 那个是一个没有网路 没有手机的领带 那个意思是吗 那时候只有BB Call 所以那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不是像现在这么紧密 也不是像 每一个人的动向 也不是像现在那么清楚 所以你只能靠介绍 然后你去了 然后试试看 那你就知道你可不可以再往下走 我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 我这样看起来我也会觉得 Sony的总监他蛮大胆的 应该是说 那个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 像现在这样看到那么多影片 知道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 正在从事这个行业 那个时候你总的就是 一对一的介绍 或是听到有谁在讲谁 那你就叫他过来试试看 那我不晓得Sony的总监 当时试过了多少人 那可能我只是其中一个 那试了以后他跟我谈 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你有沒有作品 那你要如果 我要帮你做演奏专辑 那你可不可以弹个技术来给我听 如果你的量够多 然后作品的值也够好 那当然就可以往下走 其实这就是 我相信放在现在也是一样的 那个时候有相关演奏的市场吗? 没有 所以我就会觉得他蛮大胆的 不在我之前 台湾在有一个叫巨石唱片 他出了很多演奏专辑 是啊? 对 他有二胡啊 各类乐器 对 钢琴 长笛 大提琴 钢琴 很多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很红什么绿钢琴 绿钢琴是美国的 那我刚讲这个巨石唱片是台湾 都是弄台湾的 对 但是他们他们做的音乐都是流行歌的改变 就是也是编制很大的秘密编曲 但是他前面的主旋律是这些乐器 但是如果说你吉他的独奏跟创作 这东西应该是空前绝合 没有绝合空前 所以确实蛮大的 然后但是成功的地方是他搭配了一个 阑珊咖啡的广告 所以这张专辑卖的还不错 刚好有搭配一些行销宣传的东西 就是刚好是搭到阑珊 因为阑珊咖啡当时这个 这个拉丁曲很红 所以他就用这个阑珊咖啡的这个主题曲 当作我那张CD的主要的数据 就是阑珊咖啡广告曲 你知道办了几张CD吗 一万多张 哦好强哦 放到现在还是觉得好恐怖哦 所以老师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乐谱的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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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谱是很后面的事情 应该这样讲 我前期有出过乐谱 但是不是我自己出的 是我在南部的老师 刘建智老师他 他的工作是出的 阑珊那本是这样的 到我自己出已经是非常非常多年以后 已经是十几年后的事情 我会出乐谱是因为我有一些陆续的创作 那有在Sony发行过 也有在蜂巢发行过 那这些创作的东西我觉得想把它留下来 变成可以跟大家共享的东西 因为很多年来就是我在外面演出啊 也会收到一些feedback 他们也会跟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出谱 我们也想谈 他慢慢就酝酿了我这个想法 然后我好像应该是在十 大概十三年前 我大概是将近四十岁的时候 才开始会整以前的内容 对对对对 我才把集合成册 然后变成一本叫做 在第三山街角运营想谈 这一本乐谱书 然后里面附上CD跟DVD 然后那个CD是我全部重录的 还重录啊 对重录啊 所以其实也是因为酝酿了很多观众的回馈 然后后来才慢慢的下去 最近要做这个想法 不然如果说我没有出这个谱的话 可能我这些曲子就跟CD一起 跟回忆一起过去 那就被淹没在发量的资讯里面 没错 那如果留下了谱的话 可能后面还有人想要谈一谈 那他至少有名曲 就像我们去找到几百年前的 这个古典音乐的乐谱一样 一样的概念 那想聊聊就是 老师后来出了这一个子弹吉他经典 出到了三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要去改编这些流行歌 然后出了这么多 OK 因为三本 像第三本里面 第三集这一个就二十一首歌 除了老师的创作 扣掉老师的创作以外 也有十几首歌 这样三本量其实也不少 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子的动作 我这一路走来 其实有很多人给我意见 我在谈创作专辑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你应该去改编 改编很好听 那市场大 然后我改编以后就有人说 我觉得还是你创作比较好听 人家给他靠下去 那就是负责其虑嘛 就怎么什么都不对 那只是说我后来想一想就是说 我出来我的 我刚刚讲那个三三阶那个创作专辑以后 那我当然就想说 其实我也有改编的能力 那那么多年我在唱片界服务编曲 总有一些编曲概念可以 那个沉淀然后累积在发扬光荡 所以我就想说改编别人的歌 或者改编一些cover的改编一些很红的歌 是不是也是一种吉他的技术的展现 我就酝酿这个想法以后 就开始做这个子弹吉他经典的这个系列 当初也没有想到会出到三啦 就是慢慢做 就只是一个想法 然后慢慢边走边看这样 他结束了 我就放松了 在这种结束呢 在这种结束的设计的